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世纪九十年代 在大关县的峡谷中 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个大型的牙牧群 从这些牙牧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 其中一件形似朱雀的青铜器 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 我们认为它还是朱雀的一种变形 就是当地人对朱雀的理解不像中边那么准确 它所教住的出来的东西 可能就是看到他们自己经常见到的神秘的两位 再加上从中边传过两个形状来进行整合 来做的东西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证明 云南的汉族文化 通过百方地齐再经过四川流传到云南 经过对牧师出土文物的碳十字测定 工作人员推算出 鸵羽人宝平青铜珠雀的年代应该在东汉年间 而鸵羽人宝平青铜珠雀的文样 并不是大关县当地本土鸟儿的形象 那么这种朱雀的形象 究竟是由谁带到了大关 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 这与神秘的苗族部落 深山峡谷的地貌 以及民间所传说的宝藏 到底有何关联 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 在一个峡谷里 而我身后的这个地方 位于云南省昭通市的大关县境内 青石路乾隆潮石路中 记载 昆明县大关厅乾隆四十八年份 大关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 昭通市的复兴地带 历来为滇川交通的要道 大关从字面上来分析 与关矮关口的意思相关 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 设置关矮关口有几种可能性 比如历史上战乱频发的地区 军事要地 以及中央政府控制资源的重要通道上 那么大关县设置的关矮关口 又是因为什么呢 为了解开这些疑问 地理中国设置组 随同昭通学院的教授 顾电机来到大关县进行考察 大关县境内 山栏重叠 五河纵观 是云南北大门和滇川前三省 经济文化交汇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原通南必经之地 考察队向大关县城行进的途中 经过一个名叫林子口的隧道 队员们发现 隧道两端的天气情况差别极大 隧道的一边艳阳高照 而另外一边则是重重浓雾 夹杂的稀稀利利的小雨 一个隧道的两边 为何天气状况会如此不同 这后面有一匹很高的山脉 有2500米 然后整个这个山脉过去 那个大关县的河谷里边 它就是那个昆明准导的冷气团 白放来的冷气就被压 这个西南风 这个暖的西南风 还有这个山脉两个势力阻挡住 它就没有过来 复电机 云南昭通学院教授 对昭通地区的地质构造和生态环境 进行了多年的研究 复电机教授分析 这个叫林子口的隧道 所穿过的山峰 属于乌蒙山脉里的一座 海拔约为3000多米 因这座山峰的阻挡 加至大关县境内 山高古深的地形 冷暖两种气流被山峰阻挡 形成了山峰两侧 截然不同的天气状况 当考察队来到一处地势较高的地点 大家看到 一条如同巨龙般的高速公路 蜿蜒穿行在乌蒙群山之间 复电机教授说 眼前的这条高速公路 是麻昭高速公路 因为它从海拔500米 跃升到2000米 全线穿越了36条地质断裂带 被工程界称为 全国修建难度最大的 三条高速公路之一 当地向导告诉我们 如今213国道 内坤铁路 麻昭高速公路 昆水公路 在大关县穿径而过 公路 铁路 航空 组成的交通网络 以出具规模 交通十分便利 看着如今四通八达的道路 人们很难想象 在过去的年代 大关县山高坡斗 沟壑纵横 人们是如何艰难行进 在这茫茫大山之中的 这里为什么会存在 那么原始古朴的 公路部落 历史上的大关境内 设置重重关爱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考察队从林子口 向大关县城行进 眼前忽然出现一片沼泽 令队员们感到 十分惊奇的是 沼泽上有数十只黑警鹤 悠闲地在休憩 更加令队员们 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对于我们的到来 这些黑警鹤 一改野生鸟类 对人类高度警觉敏感的特性 仍旧泰然自若 这种情况 似乎与普通鸟类的行为规律 相违背 当地百姓告诉我们 这些黑警鹤 与村民们近距离相处 最近时仅仅相聚数米 甚至有时 鹤与人类在一块田地里共处 他们都把黑警鹤 看作是一种神鸟 庇护它们世世代代 平安幸福 看到当地百姓 与黑警鹤如此近距离和谐相处的情景 不仅使队员们想起 鸵语人 宝瓶青铜朱雀 此地的黑警鹤 不同于普通鸟类行为规律的表现 牙牧中出土的鸵语人 宝瓶青铜朱雀 以及隐藏于峡谷中神秘的弓弩部落之间 难道有不为外界所知的自然力量 使得它们存在着某种联系吗 考察队从沼泽区域继续前行大约三十千米 来到一处较深的峡谷边 一眼望去 在半山腰处鸣散分布着一两个村庄 此处峡谷深约五六百米 一条河在峡谷底部鼓鼓流淌 当地向导说 我们脚下的小路 在过去很多年间 都是大关县城与外界连接的必经之路 专家复电机告诉我们 大关县境内多条河流纵贯全境 河流下切作用 使得地形沟壑纵横 地势极为险峻难行 而这里村庄所在地的地势稍显平缓 具备古人修建道路的条件 这么短的境内 我们基本上可以直视下面 直视河底了 那么它在下面 它整个从这里下 好像都找不着合适的空间 修一条路过去 即使像这样抖的坡道 即使修好 可能又被崩塌滑坡 它也不稳定 最后就显得比较平缓的台面 专家进一步解释 古人之所以在这里修建道路 完全是从地形地势情况 做出的选择 相对平缓的地区 不仅方便修筑道路 而且利于人们耕作和生活 也为途经此地的人们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持 从村庄沿石板路继续行进约15000米 队员们来到一处峡谷边 在接近谷底河流的岸边 一处崖壁向下凹陷进去 外形十分奇特 走至近前 队员们看到了 在凹陷进去的崖壁下步 竟然是一段宽约两米的石板路 石板路上 有的地方显得光滑明亮 看起来年代久远 有的石板凹陷下去 还有的地方有类似划痕的印记 你看它这个长度 差不多就有一尺了 两边其实差不多 口上像那个圆形的 它的深度呢 有这个一大半 十几公斤 对 十几公斤 长宽差不多一尺 这口是一尺左右 下面有十五六十公斤那么深吧 过深的这个 对 下面还是足够 用来一个马蹄的 傅天基教授 经过一番仔细地考察后推断 这些凹陷的印记 很有可能是马蹄 常年累月经过此地 踏在石板路上时留下的印记 专家解释 千百年来 一些特殊环境里的河流 承载了地区之间沟通的作用 而古人之所以选择在这里修建道路 与这儿的地形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们刚才我们观察这个地形呢 它可能天然地有些傲陷下去 中间上面既陡峭又破碎 人里是没有办法的 只有下面呢 它还相为的这个 延伸要规整一点 同时呢 它又有一定的这个空间 就略则修整 它就可以分行了 数十个马蹄印刻在山间的羊肠小道上 滚滚流淌着的河水 见证过昔日马帮行走在山间的繁忙景象 附电机教授说 一山而建的古道 对过去人们与外界的沟通往来 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铸路技术极为有限的古代 鉴于深山峡谷中的道路显得尤为重要 而这里险峻的山式地形 高耸了峡谷本身 与山谷中蜿蜒齐驱的古道 共同形成了具有一定防范能力的重重关爱 队员们不禁想起 传说中那个神秘的苗族部落 他们常年生活在鲜有人去的深山之中 是否正是借助于自然形成防范功能的重重关爱 保护着传说中的宝物呢 考察队沿河边的古道一路向前 行进了大约三十千米 来到一处高地 只见眼前几条峡谷交错 甚是壮观 在不远处的山顶 有一群人正随着古典起舞 气氛十分热烈 原来这是起源于祖先祭祀活动 至今流传于昭通地区的传统祭祀舞蹈 四统鼓舞 它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又被称作跳鼓 向导说 当地百姓用舞蹈记录了先辈所经历的序幕和狩猎生活的情景 东东的鼓声是人们遗忘了现在 仿佛走进了远古时期 科考队一路考察下来 发现这个大关县境内河流纵横峡谷交错 地形陡峻南行 途经的大关脑古道 这个老母城古道 位于险峻的峡谷地带 而峡谷内陡峭的地形 无疑是移道道自然天成的关爱 这也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防御体系 整个峡谷区域也就成为一个攻防兼备的关口 照这样推断 传说里的古城是不应该有消失的危险的 那么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呢 这是南派拳术之一的邹家拳 其拳法短小精悍 拳路十分刚猛 以实战击击为处 据说邹家拳的弟子遍及云南 队员们回忆考察过程中 那一道道天然而成的关爱 攻防兼备的峡谷 莫名消失的古城 这些因素似乎越来越清晰的 历史事件 这与邹家拳在这一带如此普及 又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呢 弓弩的结构虽然简单 但是它的威力却不容小觑 村民告诉我们 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在这片山谷中 以狩猎为生 需要行兵打仗时 弓弩就成为非常合手好用的兵器 村民杨兴才是弓弩制作的传承人 村里百姓们用的弓弩 都是他手工制作出来的 杨兴才告诉我们 寨子里使用的弩历史已有千年 弩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由一种特殊的木头制作而成的 关键就是这个鲁皮 去找的时候太难找 要找一点节枝没有的才好 这个鲁皮是什么质地的 这个是悬崖上的那个 他们叫做那个是 崖山 就是悬崖上长的那个 崖山 叫什么树 桑树 桑树 普通的桑树是不能用来做鲁的 杨兴才要找生长在悬崖上 比较矮小的桑树 不仅如此 杨兴才说 选取桑树时间要求也十分严格 要求是比较严的 要一点节制也没有 要去砍的时候 七八月间去砍还不行 要十月至十一月 这几个两个月去砍才好 为什么 砍早了车 他这个会 从会把它吃得稀盘烂了 在与杨兴才交流的过程中 队员们得知 鲁在过去的岁月里 不仅是苗族百姓 不可缺少的生存工具 而且在历史上 与外来者的多次兵戎相见中 鲁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杨兴才告诉我们 据寨子里的老辈人讲 在峡谷深处有一个藏兵洞 那里曾经驻扎过军队 甚至有的老辈人曾经去过那里 不过洞内究竟是驻扎军队 还是其附近区藏有宝物 谁也说不清楚 一路走来 越来越多的线索 指向了战争 百姓所传说的藏兵洞 究竟是驻扎军队 还是用来藏宝的 峡谷中居住在苗寨的百姓 世世代代保护的又是什么 这些与突然消失的古城之间 又有怎样的关系 为了解开这个遗团 考察队告别苗寨 向峡谷深处那个传说中的藏兵洞行进 离开苗祖村寨 向峡谷深处行进了大约五十千米 考察队发现了一个洞穴 这应该是时候 但是你看它这个不纯 有很多这个 随着考察队员向洞穴内行进 洞道变得越来越狭窄 这是那个石灰岩的原则 它含有很多碳酸钙的 所以它有一定的溶石 可溶解性 但是你看有很多这个 泥灰质的 泥质的 它是一个泥质灰岩 傅天基教授判断 这个洞穴是一个 以石灰岩为主 夹杂一些泥质灰岩的洞穴 继续向前行进大约二十米 眼前的洞穴变得宽阔起来 灯光照射下 队员们惊奇地发现 在洞穴顶部分布有大片 类似贝壳的化石 目测贝壳分布的面积 约为二百平方米 专家告诉我们 这些贝壳化石 形成于大约三四亿年前的 潜海环境中 有几层都埋在这里 它其实是这个是一层的 一层 两层 三层 这一层的 它埋了好几层在里面 在潜海环境中 海水将大量的贝壳类动物 堆积至淤泥较多的地方 沉积下来 亿万年后 这里胎生成为陆地 经过流水的侵蚀 形成洞穴 这一过程中 较为坚硬的洞顶保留下来 而洞穴中间和底部的岩石 以及贝壳化石被流水掏食 因此水流对这里 起到了较强的塑造作用 附电机教授告诉我们 我国很多地方都发现了 沉积贝壳等海洋生物化石的洞穴 比如在湖北恩施 有距今四亿年前 古生物化石的洞穴 在甘肅省广通河流域 古动物化石附体 发现化石出路点 八十多处 其中就包括海洋生物的化石 但是在云南省 却很难找到 如此大规模的贝壳洞穴 它的出现 对研究大关线 亿万年来的地质活动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专家告诉我们 像这样规模的贝壳洞穴 并不常见 所以当地人据此 将神秘洞穴传说为 藏兵洞也不奇怪 但是考察队在洞中 并没有发现任何 与屯兵有关的人类遗迹 所以专家推测 这个洞穴完全是自然一击 并不是用来藏兵所用 那么古城的消失 究竟与战争有没有关系呢 今天的时间就到这了 明天同一时间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